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CPU0处理器 我们上礼拜应该告诉各位那个微小版怎么做 还有印象吗 上礼拜是看微小版的CPU0处理器 只有四个指令的怎么做 OK今天我们要看的是CPU0 SC 完整指令级的怎么做 整个三十几个指令通通都做完 OK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CPU0处理器 它的指令级指令格式和状态颤存器的格式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子实作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处理器的格式 对不动 好 好 OK 那这是CPU0处理器 它有 抱歉我的 这个声音太大 好 那 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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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存器 从R0到R15 OK 还有什么 指令战存器 那R15是层次技术器 R14是链接战存器 R13是 堆叠战存器 SPU0处理器 R12是状态战存器 那它有算数逻辑单元 那它有个内部汇流牌 然后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呢 基本上我们上礼拜看小版的时候 就主要是在解释控制单元 就是每一个指令要经过提取解码执行这三个阶段 还有印象吗 那提取解码执行这三个阶段 然后最后你可以透过照理讲应该有这个单元 但是我们这一版的实作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记忆体用快取的形式直接建在里面 所以就不需要在中介的两个暂存器 如果要跟外部的记忆体做沟通的话 就需要这两个暂存器 但是我们的这一版直接把快取内建 那就不需要这两个暂存器 好 那CPU0的指令级 有这些 LD ST 载入储存 载入位元 储存位元 byte 不是位元 位元组 那LDR 这是用暂存器去定位 然后这些指令各位应该都上过系统程式就很清楚了 比较特别的是这个CMP指令 对不对 他会比较两个暂存器看谁大 请说 是指RAM 就是DRAM 就是你去去参考买那个一条一条的来插的那个 那个称为DRAM 那个外部记忆体 可以这样讲 因为照理讲就是说你执行程式的时候 你的作业系统会把整个程式搬到记忆体来 搬到记忆体来 然后于是你就可以在记忆体里面做执行 那在记忆体里面做执行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在外面的这一块记忆体 外面这里还有一块记忆体 就是DRAM OK 那DRAM透过外部的外部汇流牌 把资料送进来 送到MDR 然后呢 再从MDR呢 再丢给 丢给 看你是指定LD到哪一个暂存器 就丢给那个暂存器 OK 所以其实他经过了一个 就是说如果 是以这种有外部记忆体的架构的话 他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资料流 才会流到你的目标暂存器 但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程式写法 是直接把记忆体内建在里面 所以根本就不用透过这个直接丢就好 这样子是比较方便 但是他的记忆体量就没办法很大 OK 因为外部记忆体的那个DRAM制程 他只要一个杂 然后他是透过电容式的 DRAM是透过电容式的做法 所以他只要一个杂 然后对电容充电就可以记一个位元 OK 但是呢一般的我们在这种内部做的时候 至少要六个杂以上 才可以做一个位元 那就成本就会差很多 当然他的速度我们这样做也会快 可是他的成本就真的很大 OK 好OK这样有清楚吗 好OK 好那所以呢 你在做LD的时候 比如说LDR1 然后R2加50 那他就把R2加50那个记忆体位置的内容给载入到R1 阿姨刚刚就是说 如果从DRAM记忆体的话 那他就是把R2加50的DRAM记忆体呢 他先在位置线上面发那个 这一个位置的讯息 那而且开读取 开读取的时候 记忆体的内容就会从汇流牌流回来 流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先放到 暂时放到这个MDR 因为流回来他自动会进MDR 自动进MDR之后 我们在在设计控制单元的时候 执行LD的时候 他会把MDR的资料搬到R1 OK 那这时候你资料才真正流入R1 OK 那这是控制单元会控制这一条的流向 好 这样清楚 OK 所以呢 我们有看到 像这个比较指令 他会影响的是状态暂存器 然后呢 跳跃指令会根据状态暂存器来决定要不要跳 然后像这个移动啊 加减乘除这都相对的 我们之前都在 在算数逻辑单元讲过了 OK 就是那个加减法器 然后算数逻辑单元存法器 除法器那边已经讲过了 那SOR AND 这种就通常都很简单 就一个AND杂 一个SOR杂就可以做到 那左移右移 这些也不是困难 在逻辑电路里面 你只要存东西的哦 左移的话那个只要一个clock 其实不是困难 那接下来呢 那跳跃这个会根据比较指令的结果 那后面这些SWI这软体中断暂时我们还先不去看太多它哦 但是call我们有10座哦 那跳跃有10座 软体中断和硬体中断我们之后再来看哦 这一版本先不看 然后呢 push pup 这是堆叠指令 这一版本也都有10座 所以我们现在少数就是没有真正10座完的就是软硬体中断 SWI IRET我们也10座了 那软体中断的在这一版呢 就没有完全10座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CPU的0的指令格式哦 那A型、L型和J型 这稍微复习一下 那之所以会有不同型是因为有不同的暂存器数量 不同暂存器数量就会导致你可运用的空间 长数部分会变小 好 那另外状态暂存器呢 会储存比较的结果 SW 它会储存比较的结果 那就有NZ、CV N主要是前面这两个NZ 会影响到你的跳跃行为 好 那如果 大于的情况之下呢 会是N等于0 Z等于0 小于的情况是N等于1 Z等于0 等于的情况是N等于0 Z等于1 好 那各位自己设计CPU的时候 你的状态暂存器是不是要可以存取 是不一定的哦 你可以说我状态暂存器完全不能存取 只有CMP的比较结果之后才会放进去哦 那这也是一个做法哦 那我们的状态暂存器是直接用R12 所以是可以存取的哦 那这又是另一种做法 好 好 那这里我们有一板 CP0 SC的程式 完全在这里 那我们有定义说 OK 程式计数器PC就是R15 这只是为了在程式里面写的时候更清楚而已 然后LR是R14 SP是R13 SW是R12 OK 好 那N呢就是 就是SW这个暂存器里面的第31个位元 为什么是31个位元 这张图吧 N是不是SW的第31个位元 好 所以呢 Z是30 C是29 V是28 I是7 T是6 M是0 其他位元 没用到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 NZ CV ITM 好 那现在ITM 我们都还用不到 我们只用到NZ CV 这些 那主要用到NZ CV CV 我根本就没有处理 其实是应该要处理的 但是 我现在没有处理它 好 OK 那 这样子我们定义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定义真正的模组 CPU0 应该 叫SC 可是我这边只写C OK 然后呢 这是每一个指令的代码 每一个指令的代码 我们用Parameter7到0 就是总共八个位元的OP 运算吧 好 那都定义在这里 好 那 这里有一个 不同 跟各位学系统程式的时候 不同的地方就是 本来我们叫LDI的 后来呢 因为 我哥哥在 在写编译器的时候 他提醒我 这个指令人家不会叫LDI 人家会叫ADDI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ADDI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LDI或ADDI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只是说 我们的命名 命名的不是很好 我也误解 所以现在 我们都改成ADDI 好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有15个暂存 16个暂存器 每一个暂存器都有32位元 指令暂存器也是32位元 那我们的记忆体 要看我们测试程式有多大 那因为上一版我用128 那就够了 但是这一版我们的测试程式更长 所以我就用了256 OK 那OP就是运算嘛 这已经把指令暂存器拆出来的栏位 我会放在这里 那OP RA BRC C5 C12 C16 C24 这些都是常数 那再来 SP 和JADDR 这些都是临时的一些变数 用来储存位置 或者是 或者是 储存那个堆叠暂存器的 临时变数 那我们再宣告一个临时变数 叫TEMP 待会需要储存的时候会用到 那还有PC 就是这个程式寄出器PC PC的值 为了要印出来 所以我 我给它暂存一下 暂存一下才有办法印出正确的值 好 那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一件事 上一个程式 各位还记得 我们在initial的时候直接写 M0 M1 M2 M3 等于什么什么 M4 M5 M6 M7等于什么什么 好 这样子来写 那那种做法呢 直接把程式资料 就是说你要载入的程式 直接写死在CPU里面 是当然是不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一版呢 就从外面的档案 来读这些程式 那我们的程式呢 必须要存成16进位的格式 存成什么样格式呢 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程式 我们的程式 就存成这样 这个是注解 后面这个是注解 那这是VariLog里面的一个函数 叫readM1mh 他会读这种档案 那读这种档案 他其实只读前面这些 后面他会忽略 后面忽略 但是后面这些忽略 我们就可以拿来 当注解用 就比较知道说 这个到底在写什么 否则机器码你怎么看得懂 好 那所以这些 这些 机器码其实对应到的 都是这些组合语言的意义 好 OK 那所以我们测试程式里面 我们有什么 有LDI DDISDR 这些 加减乘除 and all so shift cmp jump 这些 甚至我们有call 呼叫附程式 然后有返回指令 有返回指令 好 那这个call 上 上开始是个副程式 一直到RET 这是返回指令 跳回去 呼叫点 那后面还有定义了一些资料 资料 那还有用来储存堆叠的空间 OK 这些我们都定义 好 所以呢 这样子我们就 就回过头来看这里 所以我们这次呢 是用READMVMH把程式放在外面的CPU0s.hacks.hacks这个档里面 那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上次的小比较小的那颗处理器的这一段的写法 比较小的这一颗处理器的这一段写法是这样 initial 然后直接这样 我们没有读进什么档 但是我们直接把一堆这种记忆体的内容直接写死在程式里面 那这样当然是比较没有弹性 这样是比较有弹性 OK 好 那我写 读进来之后 我为了确认说OK 他到底读的对不对 所以我把它印出来看一下 每一个byte都印出来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才是真正的我们的CPU的程式开始 CPU程式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我把PC程式技术器先暂存一下 因为我后面要印出来会用到 我要印出来 你看我在这边有印出来 印出来会用到 所以我先暂存 然后呢 把指令暂存器 就是这个就是提取阶段 指令提取阶段 把NPC的那四个byte送到IR 因为是四个byte 所以要这样写 四个byte OK 然后呢 再把程式技术器加4 然后把指令拆开 变成各个栏位 这个上一个部分都有 上 上次的程式大概也都有 这一段 有没有 OK 但是呢 上次程式指到这里 没有这个什么JADDR LADDR 那因为这次指令变多了 格子也变多了 所以栏位的排列组合也就多了 所以这些我们都事先准备好 好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就看哦 好 JADDR就是给那个跳跃的位置用的 那LADDR是给载路的位置用 RADDR呢 是给就是有暂存器版本的载路 蛇使用 蛇使用 那这边是LD指令 那它就是把那个4个记忆体的byte 塞到目标暂存器里面 那ST指令呢 就是把那个暂存器呢 存回记忆体 OK LDB呢 它只是单纯存一个byte而已 是吧 载入一个byte而已 所以它只要载入一个byte 那前面 因为我们的暂存器是32位元 4个byte 那这里只载入了一个byte 那剩下的部分怎么办呢 就填0了 剩下部分我就把它填0 合理吧 OK 好 所以呢 储存的时候 就是把这些呢 就是把暂存器的7到0 也就是最后一个byte 最后一个byte 把它存到记忆体对应的位置 OK 好 然后呢 LADDR呢 就是用暂存器版本 RB加RC 去取的当成位置嘛 所以它是用的是RADDR RADDR是什么 就是RB加RC嘛 OK 好 所以用RADDR 来做RB加RC 来做RB加RC RB加RC RADDR 来做定值 然后把它放进去 或者是把暂存器的内容放到记忆体 这是STR 那另外 另外 LBR一样就是只是R板的 但是它只是载入一个byte 所以前面就补0 那SBR呢 就是一样是R板的 但是它是只存一个byte进去 所以就不用写那么长 但是它存进去的时候呢 是取暂存器的最后一个byte 那MOV呢 就很简单了 RA等于RB 就是RA等于RB 然后 比较的东西 比较的结果 我们先把它 相减的结果先存在temp 存在temp之后 如果temp是小于0的话呢 那N值 N值就会变成1 如果是等于0的话 Z值就会变成1 Z栏位 就那个Z奇标 那ADDI呢 它用到了常数 就是把RB加 RB加C16呢 存到RA里面 这是ADDI的功能 就是原本LDI 只是现在改叫ADDI 那ADD呢 就是Java 就是两个暂存器相加 放到目标暂存器 SUB 减法 这些都很简单 乘法 除法 AND OR exclusiveOR 左移 左移的话呢 就是把RRB 往左移 C5 这么多个位元 C5 因为最后5个bit 决定了左移 为什么是5个bit 因为左移最多有32个位元 所以左移最多32 要表示0到31 就是5个bit 那右移也是 那接下来跳跃 跳跃就让PC呢 加上一个跳跃位移 就是C24 那 这个J1Q呢 就是只有0奇标 是1的时候才会跳跃 那J1E呢 就是只有0奇标 是0的时候 也不是1的时候才会跳跃 那JLT呢 就是只有负奇标的时候才会跳跃 那J1E呢 那J1E呢 就是只有不是0奇标 也不是负奇标的时候 就大于才会跳跃 那J1E呢 就是负的或者是0才会跳跃 那J1E呢 那J1E呢 就是不是负的或者是0才会跳跃 那SWI呢 那SWI呢 我们就让它跳到一个固定的固定的常数位置 那这个软中段 我们其实现在都还没有去写程式去测试它 所以这一版我们还不会做这件事 下一版就会 下一版我们会讨论中段的实作的时候 就会这样 就会看这个 那接下来呢 Core Core是那个呼叫副程式 所以它要把程式技术器的内容 先丢给连结暂存器 那等到呼叫完用RET的时候 再把连结暂存器再丢回给程式技术器 这样才会返回到正确的位置 那丢完之后呢 它要让程式技术器跳到对应的位置 就跟Jump JMP做的是一样 只是它多了丢给连结暂存器的动作 接下来IRET是中段返回 这个是在硬体中段返回的时候用的 硬体的中段返回用的 那这边暂时就 就下一张才会再谈到 那我们这一张先暂时不要讲解 那接下来Push就是堆叠暂存器 那就是要把堆叠暂存器解释 然后呢 再把这个暂存器的内容给推到记忆体里面 推到记忆体里面 那Pup呢就一样 就是我要把记忆体的内容呢 拿出来放到暂存器里面 然后再把堆叠暂存器解释 加4 加4弄回来 那Push B呢就只推一个byte 所以是-1的 Pup B呢就是 只推一个byte 所以是加1 就是只 丢出一个byte 弹出一个byte 所以是加1 OK 好 那这些 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们所有的程式 那测试程式很简单 测试程式跟上次几乎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变 就是 Clark一开始射零 然后就开始让它一直震荡 那一直震荡呢 我们的CPU就开始从零 开始一直跑 一直跑 那最后我们看到 这是上次CPU0MC的结果 的写法 这次我们用ReadMEMH 读入这整个档案 然后去执行 然后呢 我们有做副程式呼叫 做Call 那Call的时候它返回 返回 返回的地方我们有做一个比较 不应该放在CPU里面的判断 但是我们希望说 程式能够在某个时候真的 就停止 在你 在你组程式真正返回的时候 就停止 所以我们在这里加了一个判断 让它可以停止 那一般CPU里面当然是不会这样子加的 好 那所以最后呢 执行的结果 就是这个 我们去编译执行 刚刚的程式 那这边 我们要做几个动作 先编译 编译完之后呢 再用VVP执行 但是我们要需要的程式嘛 除了这个CPU0SC.V以外 我们还要CPU0S.HEX 这是读进来的那个机器嘛 那执行的结果会像这样 载进来一直到这个C8的地方开始变成XX 因为我们记忆体分配的太多了 没有用到那么多 那所以就后面是XX 然后前面呢 就是真正的程式的机器嘛 按资料的机器嘛 好 那到这里开始呢 就载入完之后就真的开始执行 那执行这个指令 结果他会把R13设成这个值 BA 那因为 然后把R4呢设成 设成4 把R5设成8 然后再做 去做一些运算处理 然后你可以检验看看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用ADDI 把R14先设成-1 设成-1的目的是 我希望在最后 R1T的时候 看到-1 就整个测试程式就停掉 好 所以OK 现在Push R14 那这个目的就是把这个-1推进去 到时候做R1T返回的时候 整个程式会停掉 好 接下来用ADD R8 R5 R4 就是把R8和R4 就是8加4 R5是8嘛 R4是4 8加4 加起来放到R8 那就会是R8 R8会是12 所以他看到12 那减法呢 就是8-4就是4 乘法 8乘4就32 除法呢 8除4就2 and and的结果 8和4and的结果是0 那OR的结果是12 SO的结果也是12 左移3位 8左移3位 8对 8左移3位呢 就会是64 8右移2位 就剩2 好 然后比较的结果 它会印出状态占准器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0x8的话 代表第一个位元是1 0x8代表 第... 是第二个位元吧 第二个位元是1 第一个 我看一下 0x8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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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位元是1 第一个位元是1 所以呢 当它JQ的时候 不会跳 因为它是小1 GT也不会跳 G1也不会跳 LT的时候 G1会不会跳 看一下 G1不会跳 LT的时候就跳 LT的时候就跳 跳到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从58跳到68 这里有跳跃的动作 其他的没有 4C到50 刚好加4 所以没有跳 50到54 也是加4 没有跳 54到58 没跳 加4 58跳到68 这真的有跳 那跳 68 跳到68 之后呢 就开始 做ADDI的动作 就是让R1 射成10 为什么要射成10 呢? 因为我们希望呼叫 他会跳到上的副程式 会从1加到10 所以我用R1射成10 当参数传进去 然后呼叫 呼叫 呼叫 呼叫之后呢 最后 最后回来 呼叫完 呼叫完之后 它会跳回那个 呼叫的时候 它会跳到副程式 跳到副程式 所以它会跳到副程式 因为这里是8 所以它会加8 所以6C 有没有 它又跳了 跳到78 78是什么呢? 78是这个 6C 6C是扣上 扣上跳到78 78是这个 OK 上 扣上 扣上 所以就跳到上 OK 然后接下来 它就会做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做1加到10的动作 然后 做完之后 在这个R1T呢 就会再跳回去 跳到哪里呢? 跳到原本呼叫的下一个指令 就是POPR4 OK 好 所以呢 这整个 整个 执行的结果 到这里 到这里 开始是真正呼叫 副程式 然后进去 就是副程式 里面 副程式里面 我们先把R3 设成0 把R4呢 设成1 然后呢 R2 也一开始是0 然后每次都加R3 每次都加R3 就是R2 基本上 应该会算那个总和 那 R3每次都加1 加上R4 R4是1 然后 所以就是R3 每次都加1 就是那个I FORI等于0 I加加的那个I 那这个是上加等于I的那个上 R2也是上 然后呢 做比较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跳 那一开始呢 通通都是小于10的 所以都都不会跳 都都会跳回来继续做回圈 那如果等于10的时候呢 就超过10就会跳开 然后就做JL1 然后一直 从0啊 你可以看到 1 3 6 6就是1加2加3 10就是1加2加3加4 那15就是1加2加3加4加5 那所以每次都会这样累积 累积到最后 这个45 然后55 55加完之后 那个R3变成11了 R3变成11的时候呢 他做JL1的时候 就 就不会跳了 就不会跳了 就不会跳去 那他就继续执行下一行 94 有没有 那边 直接执行98 之前都会跳回去 之前94都会跳回88 OK 那现在94呢 最后就不跳了 因为他已经 已经大鱼了 所以就没跳 没跳的结果呢 就是最后算出55 有 好 那这里 OK 我们最后 最后回到 回到 94 直接执行到98 然后9C 然后A0 A4的时候 然后 他 返回到 原本 呼叫 扣上的那个 下一行 扣上的下一行 是PAP R14 所以呢 PAPR14 就把 原本的R14 给 丢回 拿出来 那还记得 我们在R14上面 我们设-1 所以当我们设-1的时候 他又执行R1 执行R1 执行R1 他又发现 已经是-1了 所以整个城市就停止 整个城市在哪里停止呢 在这里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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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串存器-1的内容 塞给PC 结果城市计数器可不可以是-1啊 当然是不行嘛 所以城市计数器 但是-1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就Finish 那但是这样设计 我等于是浪费了一半的 城市计数器的 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本来32个bit 应该可以定位到4G 的位置 但是呢 我把它用成有号数 用成有号数的话 那32个bit 就只能定-2G到正2G-1啊 那-2G到正2G-1 这样其实是浪费了记忆空间的 可是 我在这里这样做啦 那不代表这样子是很好 这样子其实不太好 那 只是我为了要判断结束 所以故意这样做 好 那大致上我们的这一个城市呢 就到这边 就整个看完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 要写一颗CPU 以Vlog来讲 并不是真的很难 并不是真的很难 所以各位的期末作业 当你会了之后 其实不是真的难的 那不会的人会觉得 哇这个好困难 真的会了 你会发现设计一颗CPU 真的不是很难 那我自己摸索的 所以其实我看了很多本书 可是 他们都写得很复杂 相对他们CPU 都是用硬体的观念在写的 那这一颗我们是用软体的观念在写的 所以相对的会简单很多 那我们来把它这个程式执行一次 好我们先把程式抠下来 然后呢 储存成CPU0SC.V 好我们在这边新增一个程式 叫CPU0SC.V 好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好这个C先关掉 好SC.V 打开一下 贴上去 然后存起来 好存起来 这样还不能执行 因为你这样执行的话呢 会失败 我先把它执行完 再下课 为什么这样执行会失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打错了 打错了 VERILG 好 那O这个 这个 规定的参数还是得在后面 我记得新版已经改好了 旧版还没 好这样子就对了 那但是这样不能执行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那个 机器码的那个档案 没有执行 所以当你执行VVP的时候 又发现 全部都失败了 因为它说 ReadMH Unable to Open 对吧 所以我们还要执行一个什么 我们要执行这个 这个要把它执行下来 然后存在这个档案里面 执行 扣一下 扣下来 一样 在同一个资料夹 不要存错资料夹 然后叫CPU0s.has 一定要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程式里面写的是这个名字 然后把它扣进去 这样存起来 再执行一次 有了 OK OK 那你可以看到 停在1570的地方 OK 因为我们 故意设计的 让它返回之后 如果发现那个 R14已经是变成-1的话 就停了 所以这个程式 你让它执行 就是最后这一个 最后这一个测试程式 我们是用到2000 但是它没有执行到2000 因为我们在中间 发现 它程式已经执行完 就停了 那如果你让它一直执行到2000 就是如果我们不停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除非你弄个无穷违圈 如果我们不想停 我们就应该在程式里面 弄个无穷违圈 然后让它一直在那个无穷违圈跑 这样不管你跑多久都不会出问题 但如果没有 它会把资料当程式来跑 就会出问题 所以 这边你在两边搭配的时候 要稍微设计一下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这个程式 请各位 待会去测试执行 然后了解整个程式的设计 那接下来就是 就是考试 考完试 各位就要去设计自己的CPU指令集 设计自己的CPU的Vlog程式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